2019-01-01-1409光明网陈铭向新华社发,在闽西龙岩一个音乐的名字,至今仍然被当地群众传颂,他就是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陈铭烈士陈铭原名若新自少为1902年出生屋,福建省龙岩县金龙岩市新落区1921年,毕业屋福建省立第九中学,邓于邓子归等进步青年,发喜组织革命书社齐山书社1925年,到厦门中山中学任教1926年秋陈铭进入, 上海大学社会学习,办公罢读,逢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,受党组织委派到国民阁,命军东陆军政治部,负责宣传工作,逢年东任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宣传部长,主编福建评论,国民日报1927年412,反革命政变后,陈铭到武汉向党中央对报工作,逢年8月,以中共中央福建省党务特派员的身份,回敏重建中共闽南,明北两个特委,任闽南特委书记,12月在张州主持召开,党组织联席会议,成立上海大 中共福建省临时委员会任书记,后任省委宣传部长,1928年9月被派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第三期学习,1931年,东毕业回国后,进入中央苏区,被分配到瑞金红军学校担任教官,1932年4月,被调到东部军前封部队负责宣传工作,1934年10月,陈铭随中央红军长征遵议会议后,调弹部团任教,后任训练科长政治委员,1936年,任中国工农红军大学,高红军大学,高红军大学,高红� 弹科教员,1937年,全国抗战暴发后,陈铭任 admissions,八路军随零学校政治委员,1939年,东复命进入山东任八路军,第115,是政治部宣传部副长,后任中共山东分局,党校部校长,山东分局政府工作部副长,山东省宣政促建会常委,山东分局政府工作委员会副主任,1941年4月,陈铭任山东省干事工作,推行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见秘书厂,主持整个暂时工作委员会工作, 他根据山东的革命、斗争世纪撰写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文章 如抗日民主政权、拥护民主政权等 还颁发了县区相各级政府组织条例、民众抗日自卫团占行条例等一系列法规 为建设山东抗日民主政权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1年11月日军队山东抗日根据第一蒙山区实行 别必合为妄图消灭中共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一蒙山主力部队 11月30日凌晨,陈明在伊南渝汇县交界出了大青山和日军遭遇激战中 壮烈牺牲,十年39岁,红色是闽西的 笔色也是这块红土地的灰 陈明烈士互相龙岩,是著名革命老区 近年来龙岩市通过各种举措机以保护传承红色人的话 进行了系统化制度化保护传承好红色基因 加派老区振兴原标题 陈明红土地走出的抗战英雄 编辑王玉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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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